这样就开始了 好 谢谢 哇 大家好朋友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 英文叫long time no see 好久不见了 I miss you Do you miss me Yes I do 这个帮我换过来一下 嗨 这个老师呢 从俄罗斯回来了 有好多可以跟大家分享 俄罗斯 Russia Russia 这是一个很神秘的 很神奇的国家 真的是 去之前也是紧张万分 因为 不晓得那边会怎么样 What will happen 就是充满的好奇 紧张 然后平安回到台湾来了 谢谢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把他们关心 把他们叫狗 俄罗斯呢 说真的莫斯科 老师是真情的推荐 每一个观众呢 我们一生要去一趟 而且一生要去一趟 不要等太老 因为年纪太大了 真的是没办法 光坐飞机可能就冻不掉了 怎么做呢 跟我说老师 你去俄罗斯怎么坐飞机 台北对不对 台北我们飞到北间 我不要说等飞机 我直接讲说在飞机上的时间 台北飞到北间 三个小时 北京呢 首都机场再转 转到呢 这个莫斯科 七个半小时 光在飞机上 直接坐飞机 就要十个半小时 你可以想想 还不包括等机的这个时间 飞机你们都知道 我们坐飞机 要提前两个小时 就到机场 对不对 办理出关 对不对 这些手续 所以到莫斯科 前后你就抓两个小时 在交通上 所以的话 不要等年纪太老了 太老真的没体力 坐飞机也要体力 这个跟你们分享 那为什么说 汤丽香老师呢 从莫斯科回来 就跟大家说 这个一生一定要去一次 因为跟我们 这个东方的文化 是完全不一样 你所看到的风俗 民情建筑物 完全不一样 尤其莫斯科的地铁 我真的是好佩服 这莫斯科的地铁 这个它最深有40层楼高 哇 真的是 超级 真的不简单 40层楼高 去看看人家 这么雄伟的地铁 这个也都很值得 大家来体验 所以他要是 就热情的 大家告诉大家 莫斯科 到莫斯科 去走一趟 那 这个 莫斯科给我的一个心得 就是他的英语 非常非常的不通 然后他们也不爱用英语就对了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不爱用英语 因为美苏他们曾经是世界的霸权 对不对 大家如果以前看了007 都有美苏之间的一个风风雨雨 然后美国一定是 007一定是好人 那苏二一定是坏人 好像我们的电影都有一个好人坏人 对不对 虽然还没有到莫斯科啊 就想说 那边会不会很多坏人 那其实 从莫斯科回来啊 感受不一样 那边没有很多坏人 那边很多好人 因为我一路上遇到的都是好人 所以我要这边要感谢 感谢那个莫斯科 那 这个 在我的节目呢 那up节目呢 我们有进行了 这个截图要送好礼啊 那我们也要很快的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这几天要把名单确定 因为老师呢 从莫斯科带了五份礼物回来啊 就是呢 要送给五位呢 最捧场我的 好观众朋友 我在莫斯科总共做了22折 22折 然后 然后 嗯 谢谢 李彦之后回来了 对呀 汤小师回来了 谢谢关心 然后呢 我总共的莫斯科 我做了22折 啊 22折直播啦 就UP直播 那 啊 您看 最多的 对不对 前五位 啊 前五名呢 老师要送了莫斯科产品 啊 带回来的这个礼物 要把它寄给你 然后呢 你们呢 怎么样呢 用LINE告诉我 啊 用LINE告诉Tony Chen老师 哦 嗯 谢谢 我来看 哦 有LINE告诉我 看你总共看了几折 然后呢 你把那个贴图给我 哦 比如说我们的志伟 志伟的话 你用那个贴图给我 志伟总共看了20折 哦 他看了20折 好 他就把贴图给我 这样子 每一折就要给我一个贴图 哦 我会登记一下 我都会公布啦 我会公布 公开 公平 公正 哦 这个是 他就要是要做节目哦 公平公开公正 我会公布 哦 志伟他是看了20折 小鱼呢 啊 文喜好 他们都有要参加嘛 文喜你看了几折 因为他就要是回来了 I'm home 哦 然后呢 我要把呢 这个 我在俄罗斯总共做了22折直播 哦 这个文喜看了21折 那文喜你同样的麻烦你 哦 你就是呢 用like 啊 你把它这个21折 你一折只要给我一张照片就好 我来对一下 文喜21折 志伟20折 好 这个小鱼呢 小鱼你几折 小鱼几折 啊 我们小鱼儿在线上再告诉我一下 我知道这个 这些粉丝呢 他们都有热情的支持了 哦 那我要把 这个前五名呢 我要把这个前五名呢 这个名单哦 这个对外公布了 好 这是 谢谢你 谢谢 小鱼应该是22折都有看 文喜你怎么知道 啊 小鱼我要再问他一下 哦 因为小鱼 小鱼的话 他啊 每次都会帮我录影呢 帮我拍照寄给我 对了 所以应该22折都有看 小鱼 我再问小鱼 然后呢 欢迎郭树青老师 哇 郭老师最近传一个讯息给我 他说有一个男生啊 从英国 要来台湾 要娶他 然后呢 我们郭老师 他要娶我们郭树青老师 所以郭老师可能会嫁到英国 哦 郭老师进来了吗 他告诉我这个讯息 那因为我 我也不懂了 我也不懂这个男生 哦 我就跟郭老师说啊 要小心啊 哦 因为这种网路诈骗啊 或者是爱情诈骗了 这种手法 也常常在报章杂志 我们都有看过 哦 啊所以 我跟郭树青老师说 哎呀 注意耶 哦 很多事情就是 小心最重要啦 哦 然后呢 身边一些老本 对不对 不要给我们骗骗去啦 哦 所以真的 这个是很重要 当然我们没有看到对方 我也不敢做什么评论 哦 还有提醒我们郭树青老师 下面爱注意 好不好 注意 来 我们先来听一条歌 好不好 听一首好 好听的歌 来 哎 听下没 啊 OK 要听什么歌啊 好 这条歌已经没问题 欢喜酒 哦 文喜中会不会累啊 不会啦 很开心啊 给你们在一起 很快乐 我也没有把他当成在工作 当成跟老朋友见见面了 哦 好 我们的难碟 经纪人难碟 好 欢迎进来 字幕后 欢迎进来啊 郭老师 欢迎进来啊 好啊 蓝蝶 你安排啊 上次你有跟我说 欢迎你安排艺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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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也当经纪人的 听说有人要带艺人 在这边也祝福难迭 希望你的工作能够顺利 新的工作 新的人生旅程 人有时候是这样的 过得开心很重要 每个人可能一生当中 会做不同的工作 做什么工作的话 钱赚多赚少 有时候不是自己决定的 有时候是老天爷决定的 真的不是自己决定 但是呢 让工作愉快 工作喜欢愉快 你又觉得什么 度年如日 工作不喜欢不愉快 不算 叫度日如年 所以我们蓝蝶刚换了新工作 希望你的工作是度年如日 我这个郭淑仙老师 郭老师 郭姐 你现在方便吗 我跟你call out一下 好不好 因为你的事情啊 这个我也看了 乌萨萨 什么都要嫁 我都要嫁去英国 你把我 你把我给吓到了 你知道吗 I'm scared I'm scared 真的就被吓到了 所以 我来跟call out 好不好 看到底是什么事 哇 是找到真爱 如果真的找到真爱 汤萨萨老师一定很祝福你的 我这个人是真的祝福人家 但是不要去对我诈骗机船 郭老师 我来call out给你好不好 哇 我不知道你哪一次电话方便 我打哪一次方便接啊 0936 678961 我打这一次看看 看 看 郭老师 郭姐 方不方便接电话 咱来给了解一下 哎呦 好 现在call out给郭淑卿老师 有 看到方便接吗 哈啰 哈啰 阿姬啊 郭姐 现在接电话还方便吗 方便啊 很方便 很方便 很方便哦 你好你好 哇 我刚回到台湾来啦 他就听到那个喜讯说 你要嫁去英国 那是什么一回事啊 一回事啊 因为我们这个老公 他是新加坡的人啦 是 他已经住在英国伦敦 对 他刚才有一个大母亲六岁嘛 对 我介意他生情书嘛 然后他就很喜欢我啊 然后他就是在做一般 堵木包工业那样的 是 然后他跟他说嘛 我跟他招求那个 寄宫师傅的帮忙哦 嗯 他帮忙啊 他就去逃嘛 是 他身体做责告嘛 那个地方我给你看那个地方 对 那就是马来西亚 老师我你有听到吗 有 我有听到 我直接听了 你说我直接听 他那个地方 就是那个马来西亚 他要给人打的学友啦 我了解 那我请问郭老师哦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透过网路认识吗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好啊那 那你怎么叫他老公了啊 为不你太快了吧 他就叫我老婆啊 你两个要叫人呢 你两个是什么呢 甘采烈活吗 对啦 太快了吧 他们的外国人 都跟着热情啦 都跟着热情啦 对对 我了解 那我请问你哦 他这个礼拜 你看 他就是要来马来西亚 他先带来台湾 去英国啦 传传啦 我知道 但是他在台湾要住几天啊 他要台湾住几天 我不知道啊 因为他看起来很不容易 对因为郭姐 我跟你讲 因为第一个 你要到英国还要办签证 不是说去就去啊 对不对 这样啊 对啊 第二我给你讲 我跟你讲 他先带我去马来西亚 都要办签证 因为我们是台湾人哦 你要在马来西亚还是要办签证啊 诶诶诶 啊 根据都清准吃方便是不是 没有啦 也要办 也要时间性吧 你要跟旅行社办啦 要订机票这些都要啊 这样啊 不能够那么仓促啦 姐啊 哦 这样我给你问看看 对啊 啊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人与人之间 还是要先相处啦 对不对 我说有道理吗 你都没有给你发现啦 都没有啦 对 我知道 他目前还没有嘛 但是我不晓得以后会不会有 哦 对不对 啊你要记得 对啊 对啦 这点就是要注意 因为 如果你真的找到一个好的人 对不对 我们当然会为你感到高兴啊 对 但是就是说 也不要被骗了 对不对 那么还在理智的嘛 好不好 对 好 要给你关心啦 郭姐 你情况怎么样 如果不了解 才不给我问啦 好不 对 对对对 因为我一直有梦想啦 对 是说要去 你都要去 你都要去外国 这样啦 这都没关系啊 这都可以啊 我现在离婚啊 一百人能自由啊 我知道 你现在也是单身女孩 所以我当然可以啊 只是说 我跟你讲 不要去做到不好的男人啊 你了解吗 所以我是觉得 大家还没有交往 还没有认识 还是要先比较保守一下 这样你了解吗 好啦 你还会有方式吗 再来请问姐姐 那个 我们那个梅州金马祖 对不对 什么时候呢 可以请到我们三重正义工 现在我来去英国就有了 我了解 好啦 去英国就有了 好啊好啊 那再看你这件事的 买啦买啦 没关系 缘分 就看你这件事的结果怎么样 我去英国就有了 这样吼 对对 好 没关系 那你有什么状况 你在让我们知道 好不好 我会跟老师联络 好 让保持联络咯 对 那个待遇很方便啦 好 清楚 祝福你咯 姐姐 祝福你 谢谢 好 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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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谢谢 刚才我们call out呢 就是给我们大家最喜爱的 三重正义工 我们的共助 郭淑青老师 哇 大家有听到 他的这一段呢 非常特殊的一个际遇啦 当然呢 我们是抱着祝福的心啦 来 就好 郭淑青老师 真的是遇到良人 找到真爱 良人跟狼人 好像差一点点了以后 来 风火儿女琴 谢谢大家 鸟筹 鸟筹 请 和 鸟筹 公园 多少不允许让你的草草在何方 你将这朵心花带在身旁 你将这朵心花带在身旁 我将这朵心花带在身旁 你将这朵心花带在身旁 你将这朵心花带在身旁 只在今生 愿它时常为你 梦里飘香 多少年 两月朗 总是一场双 有你将这朵鲜花 待在身旁 要是你心对我 永远不忘 有你将这朵鲜花 待在身旁 要是你心对我 永远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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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听的这首叫《烽火而旅情》 先给所有的 喜爱唐霖香老师的朋友 也愿你们能够找到良人 而不要遇到狼人 我们大家互相勉励 这次到莫斯科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老师也是缘分 然后遇到 来 其实老师这个灵迹 什么最重要 健康同重要 然后到莫斯科 我刚好看电视 电视当然没有台湾的频道 但是有一个中文频道 是大陆 内地的 然后内地现在很流行 就是医学的节目 盖校 医学的节目 然后介绍一个 这个叫做Jagga Jagga 是什么东西呢 Jagga 它是一种野生灵芝 叫做华素龙 华和孔菌的七大作用 使用跟功效 使用的方法 Jagga 是这样子 它是长在华素上面的 这个叫Jagga 那这个Jagga 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来 华和孔菌 它的化学成分有多糖体 华和孔菌素 华和孔菌醇 多种氧化三铁类化合物 全菌酸 多种羊毛汁 是纯形三铁类化合物 哇 这个 这个里面的成分 这边都有报导 那最重要是什么样呢 这个Jagga 它有什么功能呢 来 它说 它有大量的抗癌的成分 然后可以降血压 降血糖 活化免疫作用的植物纤维类多糖体 可以提高免疫细胞的活力 抑制癌细胞扩散跟复发 然后在胃肠内呢 防止呢 癌物质等有害物质的吸收 可以促进排泄 这个是Jagga 来 这个俄罗斯呢 在西伯利亚零下40度 他们那边很冷 来 又 老师呢 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个养生圣品 来 老师呢 这一次从俄罗斯 就特别买回来 为什么 因为要够身体 就把它呢 煮 然后当水喝 这是它的包装 有没有 这个俄文叫Jagga 滑树龙 你们上网查也可以知道 中文的话叫滑树龙 滑树龙 然后呢 煮起来就像咖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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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感觉 纯天然的像咖啡 然后呢 我就把它当水喝了 有 有 大家有没有看一下 要拍照的朋友 你们可以拍一下 你们可以拍一下 Jagga长得是这样子的感觉 这个是Jagga 好 然后呢 打开的话就是颗粒状的 唐灵圈老师 我开了这一包 回来也煮 我在俄罗斯也煮来喝 就把它当水喝这样子 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 看起来很像咖啡包有没有 这一包 它一次 这个 这一包是五十克 这个一次呢 大概呢 我都用两三克 所以这一包 大概我可以煮十五次 那一次还可以煮三回 因为它这个可以回冲 可以煮三回 所以这一包 其实你可以吃一个月 没问题 一包吃一个月 好 这叫华树龙 我们叫Jagga 然后呢 如果你们家里 家里刚好有人呢 有这个 癌化的可能 或者是要提高 这个自己的免疫细胞 或者是呢 有高血压 糖尿病 这些症状的话 可以用呢 这个Jagga 来呢 保养 他说 华核恐菌是目前苏联各国 和波兰 日本等国的民间常用药物 人们以从呢 和菌 菌核和菌之中提炼一种的蛋白 糖蛋白 FIS1 它一种水溶性的多糖F1 均发现有明显的降血糖作用 它可以帮忙降血糖 尤其是水溶性的多糖F1 一致性集药 50mg 公斤体重3小时后 高血糖的血糖含量下降近一半 可以维持48小时之久 这个是讲这个华核恐菌的功能 这里的话 华核恐菌是俄罗斯的一种民间 要用真菌 其有效成分已引进到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研究 广泛受到重视 来 它的功效 大家听听看 七大作用和功效 第一个抗癌作用 第一个是抗癌 第二的话 治疗糖尿病 第三 抗衰老 第四 有效抑制传染性的病毒 可以预防感冒 第五呢 防止高血压 第六 改善预防过敏性皮肤 第七 对肝炎、胃炎、死而止肠溃炎 肾炎 有明显的治疗作用 好 这有七大功效 然后呢 Jaga的话 孕妇跟小朋友就不要服用 哦 这个就是我们的Jaga 那老师这边就一杯有没有 哦 反正我就把它煮水喝啦 反正你就把它当成保养品这样就好 我们各位好朋友 你们啊 外面买的那个饮料啊 哎呀 那个都不要喝啦 那些其实都是伤害身体的 哦 没有你们就喝白开水 或喝呢 像Jaga这样的养生用品 哦 那或者喝心力佛里蒙多酚 就是喝一些比较健康的饮品啊 啊 不要喝那些含糖的饮料 哦 老师呢 那要免得我们的观众朋友 要够健康啦 够身体 好不好 什么都是骗人的 身体才是自己的哦 让互相勉励 来 来 来听一首唐会的歌曲 哦 哦 七经大四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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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智 恩的亂丫 一唱海招 叫你出乎 這聲 這聲 念著你的 竟敢問 嘴 嘴 心疼 敢問 嘴 罵 嘴 嘴 嘴 猶大衙分 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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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嘴 嘴 嘴 你 decision 一個男子 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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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真都是要 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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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zed 海影哄老 永永啪一君的輪胎 青青海照 叫你祝賀 這隻青山 連丟臉 驅咬我一種 全心疼 甘無憂甘 醉麥的膽 夢境的理由寶貴 心溫耶 無關恐怖 野生生氣 軍事人關 狼馬生大生大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谢谢。哇,大家欣赏这首《七经大世纲》 谢谢你。哎呀,这位歌手呢,唐飞呢,已经不在世间了。他在去年的时候往生的。这个人生啊,有时候啊,真的事事难料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好把握当今。我们UP的贵宾,CD说要听,彩虹铃,阿母的嫌疑,望春风。CD,你好,我是Tony Chen老师。 哦,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有在YouTube重播。啊,所以呢,我们所有的歌曲呢,都要经过智慧了解一下,有没有版权限制。啊,因为有版权的,我们就没有办法播。 哦,所以你点的歌,对不起。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呢,可不可以播,所以我没有办法播。啊,老师不是,莫斯科回来就要去动甲状腺节节手术,怎么还没去。啊,不是还没去啦。啊,先做准备啦。 对不对?动手术不是说动就动。我这个下个礼拜二,啊,就住到这个中国医药大学,下个礼拜三,9月12号动手术。所以我跟各位做节目就做到下个礼拜一。啊,下个礼拜一。 然后呢,要等我手术之后呢,看我康复情况,然后再继续为大家服务。这样了解了吗?啊,你验制。啊,哈哈。 人验制这么多,啊,说要去探,怎么不可以去探探,怎么还在吃?哎,对啊,人不是猪啊,对不对?又不是猪,又不是鸭子,啊,也不是鸡。啊,这是要排啦,排时间的啦。啊,会住院直播吧,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的。啊,我个人,我个人不会啦。啊,我个人不想,哎呀,这拍命啊,已经在注意了,还在直播干嘛,我才不要呢?而且我那时还没有精神。 因为我要跟那个甲状腺右边,右边要切除,甲状腺切除手术。因为老师这边有个结结,这个结结大概已经两年了啦。 然后呢,这个,我都是在中国医药大学,张纯堆,大夫帮我看的啦。 哦,那张纯堆呢,大夫的话呢,就建议我嘛,他说啊,老师你还是搁一搁啦,一劳永逸。 后来我想一想还是接受医生专业的建议。那是由呢,中国医药大学呢,这个外科主任,杨红仁,杨主任要帮我操刀。杨红仁,杨主任呢,他开呢,甲状腺结结已经开上千位了啦。 哦,对他来讲呢,这是小case。不过对我来讲,对不对?啊,我也是要做心理调试啦。啊,要把自己,啊,交给呢,我们杨红仁,杨主任。啊,CD问我说,这个有没有轮回这件事啊? 哦,我应该这样子认为,你要问我的话,因为每一个宗教啊,对人生呢,身后事都解释不一样啦。 哦,那因为我本身是基督徒,我们基督教里面是没有轮回这个想法。 哦,应该是这样,所以你问我有没有,基督教里面是没有轮回啦。 哦,那这个佛教是有轮回,那不管有没有轮回,我觉得那个不是那么重要。 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啊,重要的就是现在,你现在还活着,还在过每一天,你去思考,你每一天过得是不是无怨无悔,是不是内心充满的喜乐。 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现在,而且的话要过的是问心无愧,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啊,至于呢,身后呢,啊,没有人再回来,所以没有人告诉我们嘛,对不对? 现在有一个,很玩,好玩的一句话,他说啊,我不晓得死后怎么样。 但是我可以认定,死后的世界一定比现在好。 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没有一个人再回来。 他们不想回来了嘛,因为在那个世界比这边好,所以没有一个人死后再跑回来的。 啊,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笑话啦。 不过这个笑话是谁讲呢? 是一位呢,抗癌的斗士,一位呢,这个大姐姐讲的。 我有访问过她。 那位大姐姐呢,是在台中龙肿哦。 她是在那个安宁病房的义工。 来,叫什么名字呢?我看看这边。 台中龙肿哦。 哇,我来看看我这边。 有办法找得到吗? 我记得好像是苏妈妈。 我们都叫她苏妈妈。 哇,苏妈妈。 有没有人有看过这一集? 哦,找到了,苏菜彩丘。 85岁的抗癌斗士。 我们叫她苏妈妈。 其实她是苏菜彩丘。 我没有访问过她啦。 然后的话,CD说明天要去看大肠科。 也祝福你,祝福你。 大家就是, 关心自己的健康也很重要啦。 每个人要关心自己的健康。 然后平时要做养生啊,做保养。 像我昨天,我昨天也好例外哦。 真的。 因为我平时我不要工作那么晚,你知道吗? 我昨天露营呢, 9点路到12点路三个小时。 做外景。 昨天呢,我刚呢, 这个从莫斯科回来。 那回来啊,我到桃园啊, 然后就直接上台北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啊, 没有时间啊。 如果不录的话,就没有时间录了。 因为啊, 录的话是我跟洪都拉斯啊。 那洪葛的话, 他是今天9点就飞到泰国去。 那啊, 再来下个礼拜, 我就要这个住院开刀。 所以我9月份啊, 我现在9月份就没有排行程。 我9月份, 我就说我不排行程。 我就休息了, 9月份不排行程了。 这样子。 啊, 因为呢, 上次盆内的已经录好了。 啊, 因为你盆内录好了, 还有盆外, 他要录外景。 如果没有录外景的话, 就没有办法完成一集。 啊, 所以呢, 昨天呢, 回来, 就是9点到12点在台北, 就录三个小时的外景节目。 那录好了, 没有高铁回台中了, 那我就怎么样, 我就做那个, 人家阿罗哈, 核心啊, 我应该做核心。 哦, 然后呢, 回到台中, 大概凌晨快4点了。 我告诉我自己, 啊, 我下次不要这样子。 下次, 这个, 那么晚的通告, 我就不要接啊。 哦, 我不要再接那个晚的通告, 因为这要够身体。 啊, 这个, 晚上该睡觉, 没睡觉, 对身体也不好。 我大概是这样子。 那, 这次的话, 因为是把工作完成嘛。 好, 反正我现在就是, 啊, 身体最重要啦, 把身体照顾好。 啊, 工作有就做, 没有真的没关系。 啊, 啊, 不要强求啦。 我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啊, 最重要的是过得平安, 过得喜乐。 啊, 希望呢, 老师台湾万花筒的节目, 也能够把平安跟喜乐带给大家好不好。 那, 谢谢我们文喜, 我们的CD, 啊, 谢谢大家。 这个, 讲到来生啊, 孔子就讲过了嘛, 他说今生都没有办法研究完了, 不管他来生啊, 所以没有来生呢, 孔夫子也不知道啦。 啊, 啊,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说, 好好把握当下。 时间呢, 是很快的。 时间也是很无情的啦, 啊, 时间也是公平的。 对每个人来讲都一样嘛, 对不对? 啊, 每个人都会, 多了一岁, 多了一岁, 每个人都一样, the same, 不会管说你不一样, 啊, 时间对你比较好, 不会给你多一岁, 对他比较不好, 一年给他变成两岁, 没有嘛, 都一样, 啊, 所以呢, 时间对每个人也是最公平, 也是最无情的, 希望我们好好的善用每天的时间。 所以, 汤香老师在做事啊, 我觉得是比较快啦, 啊, 啊, 比较不想啰嗦, 啊, 啊, 比较阿沙里的个性, 那也不喜欢计较什么东西, 啊, 对啊, 当然保养也很重要, 啊, 保养是重要, 谢谢AJ啦, 啊, 我们的Majid, 啊, AJ, Majid, 你的那个小礼物呢, 今天就会帮你寄出了, 啊, 啊, 谢谢您的祝福, 我们平安回来了, 来, 为你唱这首, 苦酒满杯。 来说, 叫人, 小人, 小人, 愁, 为什么, 品汽美酒, 还是不解愁, 被敬幻影, 总是梦中的, 喝出去, 喝出去, 去找他, 我, 还是, 在天上, 哭酒满杯。 哭酒满杯。 谁能愁, 为什么, 跟不清楚, 是, 又, 还是, 累? 三天杯子 总是不吹嗓 让他去内藏我 我还是在珍珊 苦酒满杯 我还是在珍珊 苦酒满杯 是珍珊还是泪 莫说 珍珊不知头 为什么他有甜蜜 也有苦伤悲 九个人生 总是恨不堪 让我去沉嘴吧 我还是在珍珊 苦酒满杯 谢谢 苦酒满杯 谢谢 陈旭宏 旭宏的话有空到我们UP来好不好 来到我们的UP UP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 是UP独家推出的 谢谢 谢谢 我在UP UP 他说 老师你在哪个平台直播 我在UP 因为我是UP公司呢 签约的独家主播了 所以呢 在我们直播就在UP UP 那你从APP下载UP 对不对 那追踪Tony Chen老师 我UP的房号叫Tony Chen T-O-N-Y-C-H-E-N 叫Tony Chen 然后呢 这一次呢 为各位做直播节目 就做到下个礼拜一 在这边我们的AJ 你好 因为下个礼拜二我就要动手术了 我动的手术呢 是右腺甲状腺切除手术 那手术之后呢 就要做静养了 复原静养 然后呢 什么时候开播要看我呢 这个手术后的情况 在这边就不信各位预告啦 但是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说 老师呢 在直播呢 就做到下个礼拜一 跟大家报告一下 好 谢谢 谢谢你们进来 这个节目呢 是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 好 汤圆圈老师呢 这个在Upper为你独家 制作主持的 这个台湾忘花筒 来 说声对不起 李彥智 你下个礼拜一开学啊 祝你西学期西响四成 每课都欧帕 不要流泪 不要流泪 不要生气 是你会错疑 我爱你 依然往昔 绝不会变心 绝不会变心 我说不久 我没有分离 那只是随便说一句 看到你哭哭哭哭哭 后悔你来不及 只好悔回去去想你 陪你隔离 再对你说声对不起 随便 那只是随便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多 能并不想带 你 和你 流泪不要生气 是你会错疑 我爱你依然如往昔 却不会变弃 我说不久 我们要分离 那只是随便说一句 看到你哭哭啼啼 后悔你来不及 只好会 句句想你陪个礼 再对你说 声对不起 不要流泪 不要生气 是你会错疑 我爱你依然如往昔 却不会变弃 我爱你依然如往昔 却不会变弃 我爱你依然如往昔 却不会变弃 我爱你依然如往昔 却不会变异 你说是对不起 好 那下一首歌呢 来欣赏你怎么说 谢谢我们AJ帮我们撒红包 谢谢AJ啦 感谢您 剪到红包的朋友 要谢谢一下我们AJ 说过 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 看今天你怎么说 你说过两天来看我 我们明天呢9月6号 下午2点到4点 好看爸爸照 要专访水果摊 张凯隆 再请大家告诉大家 谢谢 谢谢 期末 你都说错 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 看今天你怎么说 你说过两天来看我 你的就是 最美是我的日子不好过 你心里根本没有 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Zither Harp 你心里根本没有 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谢谢 哇连续听了两首好听的歌呢 我们一个小时台湾玩玩桶呢 这个节目也接近尾声了 在这边要再次谢谢我们的AJ 刚才在我们Up频道呢 热情的帮我们撒红包 谢谢 那今天呢是9月5号 明天呢礼拜四9月6号呢 下午2点到4点 我们好看爸爸照呢要访问呢 张凯隆 他本身呢是一位水果商啦 因为老师现在都在张凯隆那边 买水果 他也是个老实人 真的 卖水果其实很辛苦啦 不怕你们没有这种体验喔 那个水果呢 如果买回来 安卖 那水果会越来越成熟 对不对 没有卖出去的话 那个水果就就坏掉了 所以呢 这些呢 水果的小摊放喔 真的很辛苦 到底怎么辛苦法呢 他们呢 一天呢 要做多少小时呢 又怎么样选好吃的水果 要怎么挑水果呢 当然明天好看爸爸照 下午2点到4点 为你访问呢 水果攀 他们叫阿龙阿龙 本名叫张凯隆 大家就知道了 再请大家告诉大家 那现在Tensia老师Up直播节目的朋友 我们就晚上8点见了 晚上8点的节目呢 他们一圈叫英格里许 那这一次呢 老师呢 在俄罗斯 有进行呢 我们呢 截图送好礼活动 目前呢 文喜21折 那智文20折 那小鱼我在等他的讯息 我们要前五名呢 送五份呢 老师呢 从莫斯科带回来的礼物 把它寄给你 那如果呢 你本身呢 有要参加 同样的截图 然后呢 把这个你截的照片 寄到呢 LINE 给Tony Chen老师 8253TC 就可以了 再次谢谢你们今天中午的收看 祝福大家 我们晚上8点再见了 拜拜 午安 拜拜 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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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